初期股东会合硕董上童子贤心情很不错 受货于苹果iPhone6热卖 2014年营收破一兆197亿元 不仅创下连续三年新高 营运绩效也创上市以来新高 也因此合硕通过配拔4.1元股息 农忙从6月中已经开始感受到了 以下半年按照季节的惯例跟整个社会的消费常态 以及新产品发表的惯例 都会有一波比上半年再热闹一点的季节这样 由于苹果iPhone6s传出将在9月25号正式开卖 苹果供应链核硕也进入备战状态 和鸿海的苹果代工股王之争 也从第二季转移到第三季 相当于苹果供应链沾光 同样是台湾电子产业的宏达电 现在传出华硕有意并购 童子贤虽然不多做评论 但也给宏达电鼓励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最佳的发展 当然也多多的下单给我们 所以我想说 对于谁跟谁要不要合作 或者要不要分开 我们不表达意见 但是对于他们的产品设计 或行销全球我们给予祝福 至于红色供应链崛起 童子贤则是不以为然 强调竞争是全球化的 切应该找出自己的竞争优势 他也认为有挑战就能带来机会 而由于合硕已经达到稳定阶段 童子贤日前也在旗下锦硕互动会中 启动交棒计划 将董上职务交办给锦硕指引长郭敏洞兼任 都能一起担任独角化干部 借温看成张佩奥台北部导